在我出完2022語言 加開玩秘笈 加大潔秘 這個系列的 Part 1 之後 我首先非常感恩 很多粉絲都很熱烈地去表達他們的 appreciation 也很快在那條影片之下的 comment section 很多人已經說 哇 真的很多東西很準 這裏是其中一個例子 也根據人家一些小小身邊的 statistics 已經覺得 為什麼結婚那個機會率 結婚這個又結那個 果然和我一開始講的預測是不默而合 這裏是其中一個例子 你們可以看 Part 1 的 comment section 還有人說 他們的燈 又是二十多年不壞 都是差不多這些時候 無端端爆了 很邪的 真的 但是令我最感恩的 真的印象最深 是這一個粉絲 私信的反映 因為我現在開始 講一些預測 我都不想經常去強調鼻胸的東西 我都想去 strike 一個很好的 balance between 吹吉和鼻胸 因為有時候 講到鼻胸 大家就會比較不開心 但是我想大家都明白 其實這個世界都還有一些開心的東西 所以 為什麼 Part 1 那條影片 我第一個預言 就是講 明年怎樣桃花旺盛 然後最後 也是拿一個十二星座開玩秘笈去做一個 wrap up 就想讓大家有多一點的正能量 還有這個粉絲也說 看完我的東西是得到一個很大的力量 這件事是令我的印象非常深 非常欣慰的 還有出完 Part 1 到我現在出 Part 2 這幾天的這個階段裏面 發生了什麼事 大家自己看看 這個什麼 黑龍江的學竿 是新中國成立以來 首個出現財政重整的地級市 什麼叫財政重整呢 就是如果一個地方的財政收入下落離開 政府債務負擔又非常嚴重 哪就得提前處理 不能眼睜睜看著地方政府破產 說中了 黑龍江 整個地方最東北 還不是他 還有我想說 首先 我也說 我們這次的Series Series 每頭一節都會做一些溫固的事情 正所謂成仙體後繼往開來 都希望去回顧過往2021那時候有什麼預言是中了的 然後我竟然無端端有一個超級無敵大發現 大家麻煩你看這裏 我自己都不得不佩服自己 世界影響翻篇 我們就看回當土命商和Morkechor 那時候的ACG線 原來的ACG線發生什麼事呢 他們有兩條線 土星一條 明文一條 剛好他們就好像人字 人這裡是不是有個洞 他們兩條人字的線 他們就夾著一堆國家 一堆國家在那裡 夾著什麼國家呢 我覺得沒理由這麼巧合 所以他們夾著這些國家一定出事 大家如果現在有亞洲地道去看看 還有一些人禍 刀兵劫暖 接下來他們夾著的國家會出事 什麼地方呢 很重要 東印度 東北印度 東尼泊爾 北丹 萬加拉 緬甸 這些地方就會有些 政局不運 兵變 繼續回顧2021年有什麼 預言都說中了 當大家還在擔心武漢肺炎 疫情的時候 你們還記不記得 原來2021年發生過很多很多禍 這些跟腸胃、污水、泥土、細菌 有關的病 而這些東西通通 我早於2020年 即是一年前 已經在首次的Facebook and IG Live 那個塔前聯合免費教授 2020年世界級開演講前途 已經是預測定 此後呢 那個病毒的主調 已經不再是肺、呼吸的東西 你們要去留意 泥土、污水、腸胃的問題 今天很好笑 我終於找回那條片 之後我會去CAT 那條片給大家看 所以經常叫大家 注意飲食 注意你的廁所水 蓋好廁所板 注意一些血液的問題 這些東西 在2021年一次過爆了 而最令我彈彈落到是哪件事呢 我記得有一次 上迷部《攻防怪談2.0》那個節目 但哪一次我真的不記得 因為我都上過很多次 我都沒有去找回 我真的 摘地鏘槍有聲 指名道姓說明 會有炭醉菌 我希望這裏看著的觀眾 可以去留言 幫我做一個證明 我找不回這段片段 我沒有這個心機去找回 但我不希望 一些新的觀眾覺得我在這裏 我希望一些舊的觀眾 即你們那時候 有看開我上節目 我希望你們可以為我做一個證明 我真的有 炭醉菌這三個字 果然 最神奇是什麽呢 我在今年2021 8月14日 我出過一個帖 有舊事重提 大家小心一些泥土 炭醉有污水問題 一些搞腸胃 因為那一陣子 印度 黑蟹蟹病 你們自己搜尋 這些又是泥土 又是泥土的細菌 然後我那時候 再次去提一提 小心炭醉 我在8月14日出這個帖 知不知道邪到怎樣 邪到蝦 在翌日 8月15 在翌日 8月15 無端端 真的有炭醉菌的新聞 很恐怖 這件事 證明了我講 2021年會有什麽的病毒細菌 這個預測 是說中了 不止這些黑蟹蟹 或者炭醉菌 大家記不記得 我想大概 都是八九十月的朋友 曾經有一個 香港的集體 是不是叫做食物中毒 傳染病 感染侵入性乳營鏈固菌 完全就是因為那些人 吃了一些髒的淡水乳 我之後那條影片 我給大家看那條原片 那條 caption裡面 我實際是說明 真的我有說 大家小心不要吃那些淡水乳魚片 為什麽可以這樣都說中 甚至有個粉絲就說 覺得你很厲害 又要接受這件事很矛盾 所以有時候都想我不准 大家不如試試扭轉 當然你會希望我講的一些 negative 的東西不准 但是為什麽你不想 希望我講一些 positive 的東西 你這樣做就更開心 這樣做就更開心 這樣做就更加阿Q精神 他都說真的 重到無話可搏 但是我希望大家以後 可以保持一個 比較樂觀的態度 我記得那時候 是草莞洋屋 因為我也有些朋友 是住在草莞洋屋 街市附近的 我記得那時候 都叫他們 訊息他們 你最近不要去街市買海鮮 買魚類 就是魚類去吃 然後 我想是12月 12月 就無端端 在南蘇丹 就有水災襲擊 然後這些水災 就導致了一些藥疾等傳染性的疾病 但是還有一種不知名的藥疾 就搞到一些神秘龜病 就搞到世衛都大為緊張 你們又是聽我之後 炒回那條原片 我正正就是說這些 水會帶來一些病毒細菌 真的中到咸咸咸 然後 最近年尾這幾天 在西安爆發鼠疫 好像上天要跟我們開個玩笑 2021 當然他保持著爆發很多不同的東西 但是年尾都真的要 回光反正說 快點不斷去爆發那些東西 才是 好像要令到Thomas那些預言 是應驗了 搞到現在 新安都很豐盛 還有我們可以看回報道 去介紹這個鼠疫 是什麽東西 他就說什麽血液病 就說什麽黑腺基鼠 什麽都好 但是最緊要 他是出血液 和血有關 還有呢 說什麽在這裏 可以是 食用了一些老鼠爬過的食物和水 接觸到帶有病毒的老鼠 血液 尿液 分辨等等 這些通通都是我叫大家 小心的James 通通都是我在2020 早在2020 已經叫大家小心的James 那現在快點去片 看看我究竟那時是怎麽說的 如果是說一些傳染病 爆發呢 就原來不是單止關肺和呼吸事 因為他是由雙子 是由水星雙子去掌控 雙子座的水星去掌控 肺和呼吸 那就是武漢肺炎 但是原來這次呢 管我們的飲食 消化 我們的腸胃 吐吐肚痛 還有我們的體液 我們的尿 我們的血 我們的汗 口水 所以捐血大家麻煩你小心點 注意飲食 那些水要煮滾 不要吃魚生 不要學肥貓去大灣區 直昏於死身 上面我已經提過很多次了 什麽是海黃星 原來海黃星都有它的影響在 所以又是水會出問題 病毒 傳染病 所以夏天是雨季 下很多雨 小心點水會容易出事 因為水容易發生傳染病 所以無論家裡的污水 食水要注意 成星看後繼找開來 會辜完2021有什麽的預言准了呢 現在又去看看新一群2022的預言 不過我要提醒大家 其實我今次所有2022的預言 無論是part 1 2 3 4 甚至可能會有part 5 記住 其實我是在講全世界的 就算我有時可能會提起香港這個名字 但其實我是純粹用香港去做一些例子 純粹方便大家更加容易有共鳴 並不代表地球其他國家不會出這種事 還有後來香港是屬於世界 我們香港人都是地球人 所以就算我拿香港做例子 並不代表我秉除其他國家在以外 就算我講part 1 之前 我是講北交點入金牛那一刻 我是看香港的星圖 雖然我是指名道姓去講香港 但是我只不過是想由香港去做一個切入點 還有去講回北交以前在金牛 一些香港的history 即那時經歷沙士 因為我們伸同感受 我們有一個切膚的體會 如果我講回原來那時 埃塞埃亞發生什麼事 在冰島發生什麼事 那你怎麼知道 還有我都經常說 接下來那個魚艇會反艇 就是那個艇架 但是你看一下 你覺得這件事只是為香港嗎 如果你不望神僧 你就知道不僅是在香港 還有我從來都沒有說過任何一些語言 只是在香港才會發生 還有你繼續想想 我講一些什麼地震 火山 香港怎會有地震 火山那些東西 所以其實是在講全世界 但是我知道我以前某些的語言 我是會講 就是全世界有什麼要注意 然後全國有什麼注意 然後漁村有什麼注意 但是我現在真的太忙了 我就沒有這個時間再去洗分 這些不同的層次 但是我再講一次 香港屬於世界 我們都是地球人 都是地球村的一分子 所以沒有需要去做這個分架 好了 2022預言 現在這個部分2 我想說2022 我們叫它做一個雙魚年 The Year of Pisces 為什麼呢 因為木星都回來了雙魚 雙魚座有兩個守護星 在我們傳統古典占星學 木星就是雙魚的首星 但是在現代占星學 就是海王星 但是即使現代占星學 都會認識了木星 只不過它會再加上海王星 今年木星回去了雙魚 即是自己的家鄉 但是同時 海王星它本身已經是雙魚了 即是它兩顆主星都回了家 哇 今年那個雙魚的星 實在是太過厲害了 上集提要識是Part1 我講過了 金牛座很多東西會差 即是一些物質 一些穩定性 會有很差的東西 但是呢 現在雙魚的能量就很漂亮 而剛剛我想告訴大家 金牛和雙魚 我們叫它們形成了一個60度 它們那個星座的座位 中間只是夾著一顆八陽座 不是一顆 一個八陽座 即是由雙魚 八陽 金牛 到雙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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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在星星學 就叫做六分上圍 Sextile 即是它們雙魚60度 這裏呢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疏度 因為金牛有一些動亂 不靈的能量 這個是一個因 然後那個果就是 我們人類就追求一些精神上的滿足感 因為我們在 material plane 是一個現實 金錢 土地 財產 這些東西 太多的恐懼了 所以我們會追求一些心靈的滿足 所以宇宙是給一個很好的機會 我們去推動我們 向心靈那方面進發 還有你想想 我們有一句說話叫做飽暖私淫慾 是吧 當你吃飽 沒有事沒有說 就會想一些壞壞的事情 但是 其實 小小苦楚 我們就會更加去珍惜 或者去尋找快樂的真剔 所以其實 我真的覺得 金牛差 但是雙魚好 這個是一個非常神奇的契機 其實是令到我們全人類那個 叫做那個 現在很流行 我們的圍道要提升 對不對 雙魚 基本上是一個非常精神性的星座 但是除了精神性 也會有其他不同的項目 我接下來就會講解 不過我又想講一講 其實我以下講很多不同的項目 很多的主題 你們有追蹤我 應該聽過 為什麼呢 我很多東西都 在2021年年中的時間 那時候我很多的影片 都會提過以下的課題 因為在2021年 即是今年 我整這條影片 是2021年的12月30日 星期日 我希望在同日可以 夠時間去 在晚上上上載這條影片 那就不需要大家等明天 31日 好 在今年2021 5月中 去到7月尾 原來 木星是曾經很短暫地 偷偷試過進去雙魚座 但是過了7月尾之後 他就迎人回到水瓶座 所以在兩個半月之間 5月中到7月尾 已經會有一些雙魚座的題目 是體現出來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有一些影片去講過 如果你們是想去找回那些影片 那些影片我會有一些更加深入的講解 因為那些影片是分別的 那他們每一段就會有多些時間 會有多些深入的探討 但是這裡已經 你想想這個部分之前 加上這裡已經很長了 我就未必夠深入 但是會有很廣闊的涉獵 但是如果你想深入去聽 其實呢 麻煩你們去 你們去找一個 叫做Playlist 中文應該叫做播放清單 或者我現在在這個 右上角 你可以看一下Q Card 就是有我歷來 不同沾聲大語言的合輯 你們可以在這個Playlist裡面 找回以下的這些影片 有一條影片就是叫做 2021年下半年人人看路 有這條影片 另外有一條影片就叫做 塔尖暖南尖聲語言 2021十月風暴 OK 而這個十月風暴 原來它是有上下兩輯的 上輯是一個Live 會看到我的樣子的Live 這個Live是長達1小時56分鐘的 但是它的下輯就是一條片來的 那就是叫做 逐 即是代逐那個逐 繼續那個逐 逐 2021年十月風暴 簽聲語言 傳說中 看到眼都凸的目相遇 post OK 這條片 就長達三十分鐘十四秒 OK 你們可以去回顧一下 我剛剛以上講的三條片 裡面就會有很深入去探討一些 相遇的主題 然後當然 我當時裡面說的話 在2021年 的確是驗證了 例如昨日 即是十二月二十九號 立場新聞 暫時去離開我們 因為原來 木星相遇時期 就是代表傳媒會受壓的 或者不是說 只是木星相遇 就是那個短短兩個半月 而是因為木星 它是一個很 它是一個我們叫做一個 慢行星 它那個力量很深遠的 OK 總之在2021年 果然是我們看到傳媒的一些慘況 是不是 好了 2021的那些預言 有關相遇的預言 我在接下來 part 3和part 4的片頭 會做一個回顧 但我們現在就去講一下 那2022 繼續 整個年 我都說是相遇年 究竟會繼續去體現到一些 什麼相遇的力量 麻煩麻煩 加緊零收 這個真的叫做 一生人一次的機會 下次的話會在12年之後 因為木星差不多 12年一個系統 就是 下次再回相遇座的時候 但我都說了 今年連海王星 即是 相遇座的現代守護星 都在相遇座 OK 這個機會 即是木海同公 同在相遇座 這個機會 一生人得一次 OK 所以 是一個很好 對你的靈性的增長 一個個人成長 靈性提升 或者你會有很多 很 完全是開闊你眼光 一些探險的歷奇的經歷 一些宗教的感知 突然之間 你開了一個神通 打通入東 打通 任督義脈 或者你會做一些很精細的 藝術創作 彈生出來 是一些很夢幻 完全沒有人會想過 很神秘 很圓妙的 一些創作 會出來了 OK 還有呢 整個人會變得對世界 對宇宙 很好奇 尤其是一些藝術 宗教 或者一些神秘的東西 你會對這些非常有追求 一些哲學 深性的精神提升 或者去到一些人生觀 生死觀 宇宙觀 會有一些很大的突破 例如呢 今晚2021年的 我剛剛都說了 因為在年中 即5月中去到7月尾 木星短暫 偷偷地試過 即是入過雙魚座道試水溫 你知不知道 就是在今年2021年 5月19日的佛誕 我就是去了佛教歸醫了 你說這件事是不是非常神奇 而 接下來整個2022年 就是去做這些 宗教靈修的事務 會非常之事半功倍的 然後文藝方面 尤其是做舞台劇的人 或者是從事電影業的人 這兩個行業都會非常之輕盛 還有音樂行業 我想說 上次 木海峽 在這個 相遇了 已經是166年前的 156年 那個年代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呢 就是 藍調 就是blues的誕生 成就了一個 滑時代的新音樂風格 一個新曲風的創舉 是吧 然後當然 之後也是 跟Jazz 還有之後那些 什麼 就是R&B 因為R&B 就是叫Rhythm&Blues Rock&Roll 甚至Hip Hop 之後那些 Hip Hop 之後那些 黑人音樂 美國的 現代 叫做為現代的 美國的音樂 去打了基調 OK 就是有一些 這麼強勁的事情 可以彰顯出來的 還有你想想 它叫做 blues 藍色 幽鬱 幽鬱的海洋 還有我們經常都說 雙魚都是那些 一億鬱鬱 悲劇女主角的朋友 所以整件事 是跟這個 就是木海峽 雙魚 是有一個非常之 感密的緊構的 咦 剛剛那些時間 會不會不清楚 那我很快去 Disclaimer一下 其實 木星 十二年就走完 一個十二星座的 那個系統 你當它 下次就十二年左右 會回去雙魚座 而說真的 木海峽這回事 不論這兩顆行星 木星和可行星 合在哪一個星座 其實大概都是 每十二到十三年 就會發生一次 但是如果它們 下次要再合在雙魚座 那你這一生人 就沒有機會了 因為例如歷史上 上一次 木海峽雙魚 已經是一百六十六年前 一百五六年 而下一次 都應該會是 起碼一百五十年之後的事 OK 因為平均 平均 每次木海峽雙魚 平均每次是 一百五十年左右的事 好了 繼續言歸正傳 雙魚也是說 一些回憶 發夢 夢幻的事情 所以會有很多悼念活動 未來2022年會發生 特別是在COVID 目前都死了很多人 相信會有一系列悼念的事情 還有 過往這幾年 不論在我們最關切的本地 還是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例如歐洲 都有很多警察的暴行 相信這些回顧 要我們去反思 反省的一些大型活動 是會去進行的 啊 有關澳洲的一些預測 不單是在2022年 是在 The Coming Years 這麼多年的澳洲的一些預測 我在片尾 這個part 2的片尾 會放一個screen cap出來 就是這裏的底圖 是從我以前的一個 MeWe Group Chat 那裏出來的 大家進了MeWe Group Chat 我經常叫大家進去 因為裏面會有 不時有很多 資訊是分享給大家的 有時候我都會在裏面的 會在裏面的Group Chat 那裏說 如果你們關心澳洲 接下來要去移民澳洲 想知道澳洲 接下來很多年之後 即是接下來的運程 會怎樣呢 看這個part 2的片尾 好 講回剛剛那些什麼 悼念活動 尤其是會用一些宗教 或者藝術的方式去表演 我相信 接下來會有很多 大型的朝聖活動 即那些Pilgrimage 例如回教那些人 要經常去墨加 然後基督徒去耶路撒冷 諸如此類 因為我相信 未來全世界的Triple Bank 都開始會放低一點 即那些人已經覺得 要和病毒共存 什麼都好 不過其實病毒這件事 究竟是不是一個真的命題 還是已經是一個偽命題 很多不同的人 會有一些陰謀論 陰謀論的講話 或者什麼什麼都好 但接下來相信 應該會有很多 即這些大型宗教聚會 悼念 或者一些宗教的朝聖行為 因為朝聖是要旅遊 有關旅遊 我下方會再講 還有通通這些東西 就是想去重整 我們人類的信念 我們的信心 因為我都說 雙魚座是講這些靈性 心靈 這些精神的提升 就是講我們的Face OK 尤其是我想說 今年 即2022年 基督宗教會有很多大事情發生 對於基督宗教 為什麼呢 其實雙魚座和耶穌基督是密不可分的 這個故事 我在2021下半年人人看路 那條片裡我是有詳細講過 是一個非常動靜的故事 所以我請你們去重溫那條片 我在這裡就不講了 但是既然下年是雙魚年 那就是下年會是一個基督教的年 但是你不要以為我基督教一定是興盛 那我都祝願這個宗教的興盛 但是他也都是 所以我不可以說他一定叫做興盛 但是他會成為很多焦點所在 OK 可能他會出到很多爭議性的東西 是給大家去探討去討論 但是最後他往哪個方向去進發呢 興盛還是沒落呢 我不知道 但是他一定會是經常上報紙的 例如 如果我不講基督新教 我講天主教 羅馬天主教 教宗方制國 下年應該會上報紙 有些事情會發生的 我稍後再去講解 好了 我打個比喻 我當可能有些基督 大家知道其實基督教是一個 但是下面是分了基督教 就是羅馬天主教 以及新教 這些就是常識 而不是說MIRROR裡面有什麼成員 這些不是常識 但是一些人類 活在地球 這些大歷史 大社會的事件 不論你是否教徒 或者是其他教徒 例如我是佛教徒 但是這些事情我覺得大家要知道 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 在哪裏打哪裏 幾多年發生 二戰 希特拉是一戰還是二戰 這些事情要知道 麻煩 因為我很怕聽到 你知道嗎 有些人自稱是基督徒 但是他們說天主教徒不是基督徒 其實 經常說自稱是基督徒 或者我們人們笑他們是耶倆那些 都覺得是新教徒 基督新教徒 但是其實天主教都是屬於基督教的 麻煩 如果這樣的事實 連我這個佛教徒都知道 但是你們自己的新教徒不像 真是羞恨你 好 說回 可能接下來有一些基督教的主持人 可能會有一些交流的交流會議 但可能這些事情 他會受到一些口珠不伐 受到一些人的不理解 或者對於一些新世代 或者是同性戀 多元婚姻 這些事情 一些基督教的領袖 會有一些看法出來 但是可能會受到一些攻擊 或者是受到一些吹捧 什麼都好 所以通通這些事情 是會成為焦點所在 還記不記得 其實剛剛2021年 我都說了兩個半月裡面 年中 五月中去到七月尾 記不記得那時候加拿大 說發生很多 找到一些什麼原住民的小朋友的屍體 埋在一些基督教學校的地底裡 然後才發現原來他們以前是這樣對原住民 加拿大獲得這些屍體的事情 就是發生在木雙魚時期 你們找回好像是六月左右的事情 所以來到這個雙魚年 2022年 相信會有更多這些基督教的消息 不論是醜聞或者是一些爭議性的事件 是會不停曝光的 而轉一個彎 如果因此很多人對基督教失去了信心的話 他們就會轉向其他的宗教 例如佛教 或者是一些新世代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比較自然的信仰 例如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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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原始部落宗教 那些印第安那些 那些什麼 或者是一些魔法魔術的東西 所以整個雙魚年 都會有一個這樣的 theme 有一個這樣的 theme 講起方濟各教中 去今年 即夏年 2022年 真的要小心自己的身體 或者自己的言行舉止 會不會有些事情過了火 特別是西曆2月17號 當天 木星和天王星會發生一個 正六分相 剛剛講過的 Sextile 木星在相遇 天王星在金牛座 形成了60度 這兩顆星分別在 木天分別在相遇和金牛座的11度 OK OK The 11th degree 但這兩顆星相距的角度就是60度 那 2月17號這個這麼敏感的Sextile的聲像 對 Pope Francis來說應該會有些事情 應該 因為 因為 看回它的 birth chart 我會放在這段影片的 這個部分的片尾 看回 Pope Francis的 birth chart 在金牛和雙魚座 它是有星在 而 金牛座的王主星 即是月亮 月亮 就是在水平座的第12度 就是12th degree 我們剛剛講過 2月17號那個星象會發生在 The 11th degree 是不是 然後會牽涉到天王星 The 11th degree 金牛座的那個天王星 所以我們知道 原來 Transit 那個 即我們叫天上星象 金牛座十一度 那個 天王星 不會有些力量 是射回去 Pope Francis 本身自己 birth chart 即那個Natal chart 它那個星盤裡面 月亮 在水平座十二度 I mean 在水平座十二度的月亮 而月亮就是 剛剛是金牛座的王主星 不好意思 我有時又要讀這些座 又要讀這些道數 又要讀這些星 我會讀到的 因為我免得讀錯 所以 當然 2月17號要尤其小心 因為那個就是 天上 木天六分 那個正正上位發生的時候 好嗎 那個正上 我們叫一個正正正的上位 但是呢 就不只是那一天 基本上 我會說 起碼你當成是整個2022的上半年 小好不好 甚至說整個2022年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中間牽涉到的那些星 什麼是木星 天王星 這些都是叫萬恆星 那些影響會非常之深遠 好 還有繼續 2022年 2022會有船難 應該 類似Titanic那些東西 Titanic發生的時候 不知道雙魚座會不會有什麼特別的因素 好了 或者一些石油的滲漏 或者一些經常滲水 家裡的水調會容易壞 為什麼跟電池呢 因為如果你潮濕 那你滲水就會流電 但是你小心 家裡一些水的容器 或者浴室 會有很多的滲漏 OK 還有夏年應該會飛 不是應該 夏年會是非常之潮濕的 因為水 雙魚就是這些海洋 武器 濕濕濕濕 一些這樣的東西 而我想說 April April 天上的Transit 那個星象 會有一個東西叫做 就是今晚木海峽 夏年那個木星峽 海黃星在雙魚座 就是在April的時候 而你想想 April今晚是春天 這些春夏 就是那些潮潮濕濕濕 濕濕的時候 所以是不是很巧 所以那時候 就麻煩小心一些 潮濕的意象 OK 但是再說一次 其實 Again 木海又是一些慢行星 所以April 會是一個高峰 但是我會說 整個 2022年 都是會有這些 濕濕濕濕 船冷 滲水 漏石油這樣的現象 OK 所以呢 早前 就是在這個12月裡面 曾經有一宗新聞 就是說 廣州 深圳 就說他們 既然沒有水 就說他們要停水 那些 然後在VV group chat 有人問過 哎呀 你是不是缺水 那時候的粉絲 你們可以在這裏 comment section 幫我做一個見證 我那時候是說過 Oh no I think otherwise 我看反而會是相反的 我覺得那個缺水 可能是暫時性 但是2022年 會有很多的水 經常下雨 可能甚至 水災 尤其是春夏 因為最合理 春夏是雨季 對不對 我剛剛都說了 木海俠在April OK 所以呢 要注意一下 接著 繼續 傳媒會 受壓 OK 但是也可能 有一些 在世界的所有媒體 會有一些媒體 走出來 可能是做一些很大的道歉 例如 記不記得 在2021 BBC是曾經去公開道歉過 關於他們 對戴安娜王妃的一些報道 OK 然後2022 應該會繼續有一些 這樣的東西出來 因為媒體 他們自己都要做一些反省 因為 雙兒也是說一個 內在自省 還有 我經常都說 木雙魚 對媒體是一個 不好的現象 為什麼呢 因為 很多人 會有一個謬誤 就是 哎呀 木星響雙魚漂亮 which is true 木星管傳媒 which is true 那木雙魚 不就是代表傳媒漂亮 which is wrong 為什麼呢 我最近都打了個比喻 咖喱好吃 蛋糕都好吃 但你混合不代表它 就好吃 蒸蒸不一定得正 而那個原因呢 你們去重溫哪條片呢 2021下半年人體路 我裡面是有講過的 OK 所以2022年總之呢 全媒會不斷受壓 還有說多次 2021都已經中了 在昨日12月29日 是不是 在這個年尾臨完之前 都被我說中了 立場都是暫時離開我們 當然我們會希望它回來的 OK 但是我相信在2022年都回不了 OK 但是唯一做人開心一點 阿嬌精神希望 CCTVB快點執拾了去 而且 說實際上它也算是認了少少 CCTVB 為什麼呢 它今年那個股價 受壓壓到飛起 現在剩下多少錢 有沒有一元 會不會幾毫子 變先鼓 我忘記了 我一向不理這些廢話 OK 都算是認了半樣 但是我希望它 它繼續連這個久言殘喘 都不能夠延續下去 希望在2022年 會見到它手中正審 而傳媒繼續在2022 受壓這方面 其實我最怕 很多東西不是明東明昌 而是說 會有很多很鬼祟 很Harsh的一些 行業的條款去管制他們 其實很多東西 你不需要去擺明玩死你的 我不發記者證給你 或者我和你去續你的傳媒牌 的時候 我搞到你很怪 或者什麼什麼 是不是 其實已經可以搞死你了 因為雙魚也是在說幻象 欺騙的東西 所以表面它不跟你直接對著幹 但是在裡面就搞一些陰陰濕濕的東西 同時 我們知道2022年會繼續有一些文字獄 但是它可能沒有那麼明顯 因為我都說雙魚是一些陰陰濕濕的東西 但是大家仍然都要小心說話 好 還有 這個雙魚年 超級移民年 超級移民年 因為 雙魚是說一些散落的東西 英文叫做Wonderless 到處走來走去 OK 還有 就是這麼巧 也都是我曾經說過 兩個要走的Deadline 是不是 記不記得我講過哪兩個Deadline 你們去comment section 那裡打出來 有興趣的我不再講 好 當然這個不是說叫做自我應驗語言 或者我Thomas有什麼影響力 我叫大家 2022要走 難道大家就聽我說要去走嗎 我又不是什麼KOL 但是 或者你看看你身邊的人 多不多人是2022說會走 還有這些人 我相信他們都不認識我 沒有聽我說過 剛剛這個雙魚年 就是一個超級無敵移民年 啊 這麼巧呢 好有趣 有一次有個MIV的朋友 私信我 他說 哎呀其實 2022在移民年 是有一個科學原因的 那我看完 我覺得挺有趣的 那 不妨放這個inspiration 又是在這條片的片尾 大家有興趣又可以看一下 那究竟2022走 有什麼科學的原因呢 OK 好 那就 在座都應該很多外戶動物人士 吧 2022全地球會非常關心小動物福利 還有可能會有一些 新一波的素食主義 那 在2021 那個短暫牧雙魚時期 我已經預視了 就是在2021的下半年 會有一些 大家會很關心小動物的福利 果然 香港獵實野豬 還有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台灣又說不准養人士 然後又去 安樂死了很多走私的名種貓 通通這些東西 就是掀起一些 我們對這些小動物福利的課題 那如果2022繼續有的話 我都很擔心會有一些 就是大型獵殺一些動物 或者對一些動物有一些很強的規管 可能狀傲 不讓你養狀傲 Let's say 或者我忽然很擔心 其實會不會有一些很流行的動物瘟疫 然後 就要把這些動物去大屠殺 這些東西又會掀起了人類的 憐憫慈悲之心 還有 如果我們拉回去之前 講的那些宗教的東西 可能這些大屠殺之後 又會有很多宗教的超度活動 例如佛教和道教的超度活動 當然因為基督教不會有超度活動 對不對 我覺得這些信息很大機會會混在一起 或者會在全世界有些大麻合法化的東西通過 或者是安樂死合法化 為什麼呢 又或者未必去合法化 但起碼又會重新浮上輿論的層面 因為有一些受苦受難的人 哎呀 經常抵不住那個病痛 真的又不想打麻啡 或者有些東西頂不住 厭世 就想找一些方法去解決 然後他們有這些訴求 然後我們大家又去探討這些問題 因為相遇很特別 他有時候不是直接把這些東西給你看到 你要經過那個黑暗才看到那個光明 你要被人看到你那個受苦受難犧牲的慘況 你的那個福子 你的那個福利 才可以受到人的注目 所以例如剛剛 為什麼我無端端說我們關心小動物福利 他很端端我們關心他做什麼 但可能我們對他太殘忍 之後就有些人要出來幫他申冤 對不對 除了小動物 或者我剛剛講的一些目期病患 這些是一些很典型的 受苦受難的小眾 還有忽然之間想到槍技合法化 接下來2022都應該會是一個 在某些地方都會通過的 槍技合法化我在Part1提過的 所以既然Part1 根據那個不交入金牛的聲像 又有一個這樣的預示 然後現在雙元年又有這樣的預示 那就連中兩獲了 看來可能下年真的會有些地方是槍技合法化 還有忽然之間想起 我們講過了 下年是宗教靈修年 現在又是講一些弱勢的事情 我很擔心下年會有很多 宗教者、宗道者 就是在宗教這個範疇裡面 宗難的人 所以大家知道 其實現在某個國度 已經將那些宗教打壓得很嚴重 在拆這樣拆那樣 他們說我們才可以相信哪個主席 所以我就說 由一個負責去體現一個負責 就是這些宗教受到打壓 可能之後那些人才會幫他發聲 他才會讓大家去探討 成為一個焦點所在 但是他裡面那個 good or bad side 是黏實的 不能只是拆一個good side出來的 如果有一個good side的話 你又會去探討他的黑暗面 我都說 今年年中 大概六月左右 加拿大 那些原住民小童 被那些宗教迫害 現在還沒有去掃出來 有時候這些基督教可能表面很風光 但是 下年可能會更加找到一些關於宗教壓迫的事情 或者那些什麼神父戀童的事情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牽涉了Poke Francis 他就被人趕下台 我們說是這樣 you name it 但無論如何 我有一個金科玉律給大家 就是 多些去關心人 身邊的那些弱勢社群 OK 那這件事其實是 會叫做順天而行 你是順應了這個 上天雙元年的能量 OK 多些做義工 OK 還有 下年 監獄的議題 囚犯的福利 都會給很多人去爭取 可能他們會去調高那個 就是他們那個時薪 或者他們可以有更加多的一些享受 那這件事不單止一定是香港的 那我當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都會有一些囚犯的福利 將會被證視 因為雙魚座 就是和刑罰監禁這些事情有關的 麻煩你們去重溫 那條看到你眼都得的雙魚Post 那條片 就是那個十月風暴的續集 那條片裏面我有一個非常之眼都得的故事 我就告訴大家 為什麼雙魚座是和刑罰 無論古今中外 都是有關係的 所以就監獄而言 我也都相信 接下來很多地方會擴展監獄 例如我們一些很關心的地方 可能會搞一些什麼營 被人集中再教育 這些事情都應該會是無日無日的 除了擴建監獄 也有墳地 香港很爭的墳 當然我不是只說香港 但是全世界 但是在什麼地方是一個熱題 熱題 香港 經常都說不夠位去埋葬 那些骨灰鎮 比車位更貴 什麼都好 墳地 鎮場 有些人 接下來都應該會輕建很多 還有醫院 一些隔離中心 尤其是在疫症的情況之下 我相信很多的這些建築物 都會去搶那個地 還有老人院 老人院都應該會輕建很多 尤其是 所以真的都說福禍相醫 因為很多人移民 有些人是因為移民 沒有帶過老人家 那老人家在香港怎麼辦 就住老人院 所以老人院 看來都是會蓬勃的 然後那些老人議題 或者是被人留下的一些 弱勢社群 就是留下在香港的弱勢社群 沒有人照顧的這些議題 社會福利 都會成為一個社會焦點所在 如果我拿香港去做一個例子 OK 但是你知不知道我忽然之間 我想起一些陰謀論 我都說了 福禍相醫 相餘真的是福禍相醫的 無端端這麼好 以前經常不夠骨灰位 不夠什麼 你就不去處理 但是為什麼今年可能 無端端去處理 我忽然之間有個陰謀論 因為相餘都是那些陰謀 陰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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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東西 OK 我覺得就是 既然 那個艇價會反轉 OK 那你有什麼東西去托市 如果你有讀過經濟學的話 我們知道 供應和供應 當你對於一樣東西的供應上升 那你的價錢就是可以上升的 那就可以去托住它 所以你就要去欠那些土地 那你有什麼東西要去欠土地去用 那你就去去建墳場 去建那些鞍場 那我忽然之間覺得這個 有機會會是一個 政治的方式來的 所以未必代表那些政府很關心那個市民 但是純粹它會有一些 秘密的項目 那在這裡提多次 因為雙魚是一個叫做雙圓星座 雙圓 有什麼叫做雙 例如我剛剛前面都講過 因為今年 因為夏年2022年 金牛物質那些東西不好 所以就會由這件事去突顯魚的精神追求是好 但是就算 within雙魚 itself 我都講過 它是福和相依的 所以例如 你要哪個群體去受苦 它才會受到關注 有危才有機 是不是 雙魚你想一下 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雙魚那個symbol是怎樣 你去找一下雙魚座的那個symbol 那個符號 它其實是兩條魚 但是這兩條魚是有相反方向的 互相拉扯 互相牽制的 但是也是因為這種相反 才會去彰顯到 另一方面的那個可貴 OK 例如我們說 其實雙魚也是管和平的 因為它跟耶穌基督很有關 耶穌基督也是管和平的 但是你知不知道 往往 很多 歷史上 很多雙魚的 雙魚能量強的時代 就往往會有戰爭的發生 戰爭的爆發 但是就是因為有戰爭 我們才會珍惜和平 是不是 又例如我剛剛講過 雙魚是講一些壓迫 苦難的人們 是不是 但是就是因為有苦難 才會有捨棄 雙魚 又是講一些犧牲的 所以 例如有哪個英雄人物出來了 在歷史上 OK 是耶穌 是不是 雙魚是講囚禁 剛剛講過 但是雙魚同時也是掌管發夢 我又提過 你想想 你被人囚禁 你沒什麼好做 你不是經常發八幽夢 發八幽夢 用你的腦 去逃避這個 那麼殘酷的現實 是不是 所以為什麼 雙魚真的會有這種兩面性去體現 也都因此 又回顧我們一開始講過 什麼宗教靈修的議題 你們又要小心 就不要被一些邪教操縱 被人利用 利用你們的盲目 OK 我很怕 來近2022 會有很多的造神運動 就是講到 誰是先知 誰經常有神通 OK 其實很多偽善的東西會發生 因為我都講過 雙魚又是管一些欺騙 幻象 隱瞞的東西 陰陰濕濕濕 是不是 所以接下來 我只會說 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 就算你做義工幫人 都不要搞到 真的犧牲了自己 中庸之道之餘 亦都保持一個阿Q精神 例如 我相信 有些人說 為何要令到他們受苦 我們才去關心他 但是你這樣想想 其實未常不是一件好事 因為我們經常說 小病是福 為何小病是福 因為你就是小小的病 但是他又未殺死你 那你才能動得去休息 如果你等到末期才發現 那你太遲了 你很快死了 所以 受到少少苦楚 但是如果他有一種激勵的作用 那 可以是一件好事 好了 現在就給一些 2022雙元年的敏感日子 第一個其實已經過了 是12月28號 今年 牧星已經入了雙魚座 已經 接著是2月17號 牧天正六分 即是牧星和天王星分別位於雙魚座和金牛座 發生一個正上位 即是一個很正確的角度 一個角度 就是他們六十度 然後這兩顆星分別位於雙魚和金牛的十一度 11th degree 即是廣告會 甚至是有 Ginich Annette 會有一個很容易影響聖神聖神聖神一 balance 等等 2月17號這裡 就比較差 就算對於全人類來講 一些相魚我我相提過的 其實 甚至日 another 3月5日 太陽和木星合相餘座的14度 合相是好的 或者是正常地把一些相餘的議題去曝光 然後令我們人類去政治 它是偏向舒服的 因為太陽是一個比較開心的星 3月5日 然後我們去到高潮 4月8日到13日 4月8日到13日 在相餘座的23度 就是這個木海合 木星合海王星 講多一次 基本上 木海每12-13年合一次 但是它要合在相餘座 平均每次都起碼150年 而上一次已經是166年前的那個156年 就是那時候的藍吊彈生 所以4月8日到13日 這段period是一個很強勁的相餘現象 然後很快繼續 在4月26日 4月26日 群星拱聚相餘座 有什麼星座呢 有木星 可岸星 仍然都在相餘座 還有什麼 金星 火星 月亮 就是有什麼 五顆星都在相餘座 繼續 所以很多相餘的東西會爆出來 但是我有點擔心 因為那時候火星都在相餘座 我怕會繼續有一些海水的病菌 病毒 或者是跟我們人體的一些液體 就是我們的血管 或者是中風 因為爆血管 或者是愛滋病 這些東西 我都很擔心 會在這個相餘的強勁的時候爆發 因為這個一一的火星 我怕去搞搞震 OK 還有 我都說過 雙元年會有什麼船難 滲漏石油 滲水 是不是 就是一些大水災 這個4月 還有因為春夏 雨季 一個非常敏感的時候 接著我們去到5月3日 4月沒有多久 5月3日有穆冥六分 穆星和冥王星發生sextile的現象 冥王星在摩蝦又叫山羊座 這個是一個比較negative的聲象 或者它會非常的spiritual negative在於什麼呢 負面在於在一些土地 金融方面的政制法律 全球來說都可能會有一些轉變 尤其是往哪個方向轉變 可能會去同化你的土地 去共產你的財產 尤其是一些土地的資源財產 OK 如果在spiritual來說 就是很多人會有一些spiritual的醒醒 那天就加緊麻煩去打座 零修 還有可能會有些人會去出家 去缺制 或者去受洗 歸醫 然後到5月10日 木星偷偷偷地去入白羊 他就暫時離開一下雙魚座 所有雙魚座的那些東西 可能會有一個短暫的揭息 由5月10日開始 但是是不是一個完全短暫的揭息 我知道下面再講 但是記住 5月10日 木星入白羊 開始 小心那時候可能會有一些大火災 甚至是一些戰火的 OK 因為白羊就是在講這些火爆破災難的能量 但是其實說真的 那你說下年是不是會有戰爭呢 嗯 下年如果真的有戰爭 我反而擔心另一個時段 這個時段 我在這個系列的Path 3會講 就是這個2022日預言 加12星座開運比卡 加三大揭比 這個Path 3我會講 下年有一個危險 真的可能會開火的時段 剛剛講了 5月10日木星入白羊 短暫離開雙魚 他一直要去到10月28日 10月尾 才回來雙魚座 一路回到他冬至 去到2022日的冬至 2022日的冬至 他真的 永久離開雙魚座 就前往白羊了 所以呢 那就是 當木星離開雙魚 在白羊的這段期間 即是什麼時候 由5月10日 去到10月27日 是不是 其實是否說 所有的雙魚能量會去 揭息呢 演期息故呢 就未必的 可能會慢些 或者被你去沉澱 或者被你去蓄勢待發 等他10月28日之後 重臨的時候 你再去 去蓬勢去做 OK 但是 給某些人 給某些人 你都會是 在5月10日到10月27日 這段期間 就去 萬萬無你們 衝衝衝 去將一些相遇的議題 去完整 因為白羊 也是講一些衝動的東西 所以我當可能 你會在那段時候 忽然之間 很盲目地 入了一些邪教團體 或者入了一些義工團體 或者忽然之間 很想去收養動物 還有 再次 5月10日到10月27日 真的小心一些大火災 無論是天然的火 就是什麼生火 或者是一些人為的 核爆 中火 甚至是戰火 都有少少擔心 但是 說多一次 如果是戰火的話 我反而會擔心另一個時段 我在part 3會講的 而 你去綜合全部的這些日子 我們見到 什麼時候的雙元能量 是最最最最最最強的 很明顯應該是 5月10日之前 木星偷偷入白羊之前 就是木星 一路到5月9日 都還是在雙魚 但是尤其是在 4月那些朋友 因為由4月一路到 5月3日 都有很多 雙魚的能量 喂 哎呀 糟了 我非常之間 好像講漏了一些東西 比完敏感日子 但是 這個雙魚年 還有一些主題 尤其是 一些行業 應該會是輕盛的 或者一些議題 因為它未必會這麼快 讓你發展成為一個行業 海水化彈 水資源 海洋資源 還有一些寵物的服務 寵物服務 現在香港都成行成事 還有一些寵物的清潔 寵物的醫療 寵物殯葬 還有就寵物福利 都應該會有一些新的法律 還有殯儀 殯儀業會興成 還有可能他們會有一些新的 就是去 埋屍 不是埋屍 就是去處理屍體的辦法 例如 特別是海葬水葬 因為雙魚 就是這些海洋的力量 是不是 所以 夏年 應該 2022年 應該海葬水葬 開始會成為一個主流 回到